年輕族群一向認為 自己的心很強 為什麼30歲到49歲的年齡群 竟然心臟病發作的比率 竟然是增加最高的 我想這個挺嚇人的對不對 還有如果發現自己有些不對 那個就醫流程也很重要 待會兒都要告訴你 不過先說為什麼 30歲到49歲增加率最高 對 年輕族群的心肌梗塞發生增加 是我們現在台灣 面臨非常重要的一個課題 我給大家看一下這個資料 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是衛福部在去年 才剛剛公布我們台灣 心肌梗塞發生率的變化的情形 基本上各位看到 上面這個是男性的資料 各位可以看到 基本上男性的老年族群 發生心肌梗塞的發生率 其實已經在逐年的下降當中 為什麼 醫生比較注意 還是病人比較注意 大家都有注意 因為大家對於這些 危險因子的防治 比如說高血壓 糖尿病 膽固醇 或者是戒菸等等防治 在老年族群 其實控制的都有進步 做得很好 對 所以發生率都有在下降 但是很有趣的現象是大家可以看 在比較青壯族群 特別是40到49歲 這個族群的男性 其實在台灣 心肌梗塞的發生率 反而在逐年增加 在2013年跟之前比 整整增加了30%左右 那很多年 對 很嚴重 因為大家知道青年族群 這個族群是家庭的支柱 國家的棟梁 主要的納稅人 對 造成的影響非常的大 可是30到39歲的也增加了13% 所以整個這些年輕族群 心肌梗塞其實發生率是增加 你注意看這個女性 也有類似的現象 整體女生發生心肌梗塞的發生率 都在逐年下降 但是你看在40到49歲 這個族群的女性 發生率反而增加了14% 而且很可怕是在這個年齡層 通常都還有女性荷爾蒙 在保護你 所以居然還增加這麼多 對 為什麼年輕族群的發生 反而會增加 這就還是要談到心肌梗塞 這些相關的所謂的危險因子 大家知道這些危險因子 包括了高血壓 糖藥病 還有膽固醇 血症等等 另外在過去我們發現抽菸 可能是年輕族群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問題 大家看這個是衛福部 我公布資料在台灣 成年人各年齡層 目前吸菸率的趨勢 在過去幾年當中的變化 大家可以看到 在現在這些不同的年齡層當中 吸菸最多的是30歲 到50歲這個族群 你也可以看到在98年1月 菸害防治法通過以後 其實整個國民的吸菸率 是有逐年的下降 但是你看那個30到50歲中間 這個族群上面是要紅色的線 它其實下降的並不是很多 所以我們是認為說 如果這個病人 沒有那些高血壓的問題 沒有糖尿病的問題 它仍然發生心肌梗塞 在台灣可能抽菸 是我們非常關心 必須要防治一個 非常重要的一個問題 就像我們剛剛講的就是說 女生會有非典型症狀 男生是不是也有非典型症狀 男生也會有一些非典型症狀 像我自己的一個同學 他跟一群同學去登山 爬到七星山頂的時候 他忽然覺得心很虛 然後我們中午吃飯的時候 他跟我們講這樣 然後我剛好車上有聽診器 我去聽我只是覺得他心跳很慢 你就拿聽診器幫他聽 對 心跳很慢 然後覺得這樣的瘦瘦力 不太像他這個年紀 我叫他去急診 幾歲 跟我年紀差不多 大概45 對 算年輕的 對 心很虛 你看這個形容非常的特別 結果他是右邊觀察動脈阻塞 真的 所以你就救了他一命 所以男生也不要以為 你就一定是典型 也有可能非典型 前一陣子 忽然有一個很有名的美食家 他也是一個旅館的大亨 忽然暴庇 那就是心肌梗塞 人家就說都看不出來 可是就有中醫師跟我說 怎麼會看不出來 都有跡可循 所以是怎麼看 中醫是怎麼看 是 望診是中醫很重要的一個現象 當然從身材來看 他是不是肥胖 平常的飲食稍微問一下 從我們的面部 其實也是有跡可循 像我們在看心臟的話 在兩眼之間這個區域 在中醫來講 他會代表心的功能 心的功能不好的人 就是鼻子這裡嗎 就我們都三根嗎 對 三根的部位 是 這個地方如果出現一些 青色 紫色 比較暗的顏色 那就要小心 是不是整個心臟的 薄出的功能稍微不太夠了 還有人就說 如果你的三根比較矮 又有橫線 也是一個危險的徵兆嗎 對 這就是先天體質上的關係 顏色 顏色是我們會分辨的 比較重要的 顏色比較最重要 可是有時候是像 浮血絲 血管的 綠綠的那種也算就對 這個也是代表說 它的循環不好 出現問題 所以要特別注意 自己的三根 對 再來 第二個大家可能也都有聽過 就是所謂的冠狀溝 就在我們耳垂的部位 這個地方 從我們的耳輪到外面 這邊會有一條切線 這樣切肌過來 如果這個地方全程貫穿的話 代表說這個病人 他身體裡面 動脈硬化的機率是比較高的 可是我也有看過說是橫紋 所以到底是直紋還是橫紋 根據你們的研究 目前我們還沒有針對 這個去做研究 但是有統計 但是如果它是整個這樣貫穿過來的話 它的一個 就是不管是直或者是 我們認為的橫紋要整個貫穿 都是有風險的 對 它的風險就會比較高一點 左耳還是右耳 還是兩耳 兩邊都會注意觀察 它通常會兩邊同時出現嗎 不一定 有時候是單側 但是兩耳如果同時都有 它的機率是比較高的 那朱有一耳要怎麼辦 還是趕快去找李主任李教授檢查一下 李醫師 好 趕快去看醫生 再來我們要注意到 中醫會從舌頭上面去分辨我們的 身體氣血循環的一個情況 像這個舌頭的話 舌趾是偏紅的 像這種情況 這個叫做心陰虛內熱 這個常見在這種焦慮 緊張 熬夜失眠的人身上出現 這也是我們在關心病的病人身上 經常會看到這樣的一個舌像 OK 再來這邊 這個是一個叫做血鬱症 這個顏色大家可以看得出來 有點青紫色 舌它又是帶黃 代表這個人身體火氣很大 口乾舌燥 可能排便不順暢 而且循環不好 這個是一個非常典型的 中醫的血鬱症 你去檢查的話 很容易就會檢查到 整個血小板的 是不是濃度會過高 還是血液黏稠度 來 人家把趕快檢查一下 你也是壓力這麼大的人 看一下 還好舌趾 只有舌尖稍微有一點紅點 可能比較急一點 晚上沒有睡得很好 馬上被看穿 真的 對 昨天睡很少 好 所以其他應該還好吧 所以沒有血淤 也沒有陰虛內熱 沒有血淤 對 只有輕微的內熱 有一點點內熱 對 輕微的內熱 好 內熱 還有一項呢 再來是在舌下的地方 我們要注意看 像這個舌頭 你看 注意 標準的舌下的靜脈是兩條 兩條紫紫的 這個舌下可以看出 它旁邊靜脈曲張 好像整串的 整個怒張出來了 這個也是一個典型的 氣血循環不良的現象 所以正常的應該是像 左邊這個嗎 只有紫色是看不太出來的 對 然後沒有浮起來的 你看 大家可以看到 這邊隱隱約有一條紫的 這邊隱隱約就是很細 不是那麼清楚 我聽說台灣的病人很奇怪 小病就去大醫院醫 可是發生像這種 心機的大病還反而去小醫院 是嗎 對 這個也是我們在台灣 有時候觀察到的這些現象 譬如說有一些 比較輕微的症狀 譬如說可能咳嗽 咳兩聲 這些病人可能跑到 醫學中心大醫院去看病 對 但反而發生這個胸部 不是胸痛的症狀的時候 他反而到住家旁邊的診所 他如果這樣比較快 先去看一看 所以這個都是我們現在 面臨所看到的一個問題 對 是 我們現在大家知道 現在在台灣 希望現在大家 剛剛跟大家報告過 越早能夠把血管打通 是越理想 其實政府衛福部 對全台灣各大醫學中心 各大醫院 有做很好的評估 我們台灣對於整個治療的系統 建立得非常完善 在過去的幾年當中 全台灣大概超過95%的病人 我們都利用心導管手術 當作第一線治療來打通血管 很多國家都沒有辦法 像我們這樣 大部分的病人都接受了 心導管的治療 另外各位可以看 這個衛福部有在全國評鑑 目前通過有30幾家 叫做重度急救責任醫院 這一些醫院可以提供 一個禮拜七天 每一天24小時的作業 來執行緊急的心導管手術 各位可以看到 從北到南到東部 通通都有 只有苗栗沒有 苗栗目前沒有 不過往北送到新竹 或往到台中都很近 因為我們台灣的交通系統 是非常的 南投也沒有 非常發達 南投一般都是往台中送這樣子 所以基本上我們這個系統 建立其實是非常的完善 在全世界比較起來 我們是一個非常完善的系統 已經算非常不錯 所以現在也鼓勵大家就是說 如果你覺得已經被診斷 新竹輪賽 希望能夠送到這些 重度急救責任醫院 早期進行心導管 打通這個血管 好 那個就是 如果你的家人或者你的朋友 像李醫師 你的朋友 就算他那時候只是心虛下 可是他如果忽然倒下 旁邊的人要怎麼急救呢 我講我一個病人的例子 他剛好跟太太兩個人 都是游泳健將 太太甚至還有考過游泳教練 所以他很會CPR 有一次他先生在家裡倒了 然後他們在叫救護車 然後到救護車到之前 都是他太太幫他CPR 然後一路跟消防隊員互相輪流 CPR到我們醫院 大概隔了半小時 真的 然後我們心臟外科出動 去幫他種葉克膜 最後救回來 他是可以走入廚院的那種 真的 半小時 可是我聽人家說 你只要投缺氧 什麼6分鐘還是10分鐘 就回來也會是廚人 就會是白菜 對 所以其實CPR的技術 應該是每個人都要盡量學 不是交給游泳教練 所以早期的CPR就是為了 避免腦部缺氧 所以就是可以 你一直做CPR就可以維持 他的就會避免缺氧 所以這也很重要 身體裡面還殘存的 帶有氧氣的血液 讓他持續可以輸送到腦 他們常說這個CPR 最有效的救的就是這一群人 就是心肌梗嚇這一群人 可是他們就說 如果你旁邊都沒有人怎麼辦 就趕快自己咳嗽 有用嗎 他如果昏倒了 就沒有辦法自己咳嗽 如果突然昏倒就沒有辦法 如果隱隱約約覺得胸痛 大力咳嗽 恐怕那時候還是我趕快 利用殘存TP交119比較重要 另外一個重點其實是 現在大力推廣的AED 在公共場所還有社區大部分都有 所以除了會CPR 然後要叫旁邊的人 趕快去拿AED來 如果是簡單的 簡單的惡性心率不整 你可以靠那個機器就救我一命 真的 那要不要自己家裡也裝一部 如果你在比較偏遠的地方 我有一些病人 我是請他自己裝 因為他的命很重要 對他的家庭來講 那他們就會願意去租 大概一年2萬 租一年 租一年2萬很便宜吧 如果以生命價值來比例的話 我覺得我會去租這一年 就是買個保險 真的 因為保險費可能也超過2萬 超過 還有什麼比較有效的嗎 還有什麼要特別注意的 如果沒有到CPR 就是像我們一般講的 你頭部放低 平躺 然後不要隨便移動 就像我上次我同學 那個意思也不是很對 我們應該是請救護車來 不應該叫救護車 對 因為救護車上才有機會 用監視器什麼 或者是需要電器 才來得及處理 比較不會發生意外 好 其實現在台灣也有很多新的治療技術 而且治療之後的照護更是關鍵 所以該怎麼照護避免復發 待會兒告訴我 我們先看 會兒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